有些敏感不安 因自我的理智和对亲密关系 有些不协调赚钱的勇气 以及慷慨大度受到大家的关注 因过度的投入到事业中 而为自我带来压力 新月过后月亮继续前行 与火星形成四分项 带来困扰和压力 同时也可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没有人能理解 想要发脾气 但好像又发不出来 火星与木星的三分 带来了勇气和大度 勇敢地追求成长 金星和木星的三分 则带来和谐的人际关系 谦虚和包容的互动氛围 而火星与金星的六分项 则可能会让人 用轻松的方式进行互动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